好来看到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11月份 有一档相当珍贵难得的展览 这是与门诺医院合办的 时空旅行古董计算机的收藏展 那么展出门诺会副董事长林乔利的点藏计算机 那么市长魏嘉燕表示 计算机经过百年演变 造就现在的AI人工智慧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见证人类科技智慧进步的过程 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10月份 有一档相当珍贵难得的展览 这是与门诺医院合办的 时空旅行古董计算机收藏展 展出门诺会副董事长林乔利 她的点藏计算机 花莲市长魏嘉燕感谢门诺 长期在东台湾展开医疗服务工作 也很荣幸花莲市公所 可以应邀合办古董机械计算机的收藏展 共同来见证人类科技的进步 那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 可以看到 其实有那么 这些机械式的一个计算机 跟一些我们非常珍贵的 一些早期的一些机 机械的一些机组 那真的很感谢我们林副董 很愿意放在我们花莲市公所 在我们这边 跟我们做一个配合的一个展出 那其实真的很开心 那其实也看到我们的建筑物 其实跟我们的整个整体的展出的一些物件 其实真的非常的搭配 那我看了看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 真的是对人类的一个进程 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以至于到现在的外太空 都是从我们这些机械式的计算机开始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昨天也跟我们同仁说 一定有机会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那待会我也希望 我们拜托我们所有的贵宾 都麻烦把它拍照 然后打卡一下 也希望这几天都有很多的人来 让大家能够看得见 时空旅行古董计算机收藏站 展期到10月底 展品包括了NASA太空轨道计算机 百年机械动力加法器 直转轴换算器 齿轮式加减法器 螺旋桶计算池等 现场还有解说牌以及语音介绍 这是一档非常珍贵又难得的展览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前来参观 这一会欢迎视报道